所以你沒有碰到這個境界 你就不會念佛 這下直接去極樂世界了 念佛吧 因為我的一個過失 我也不是故意的 因為這麼多人擠來擠去 他們叫我趕快進去 對不對 那我老闆就得罪了一個人 所以我想 這是念頭的問題 所以每次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你要記住你的念頭要 就像穆建年尊者是被打成肉醬的 穆建年尊者為什麼被打成肉醬 他已經成阿羅漢了 因為有人來找他麻煩 要罵佛陀 他有神頭他說本來就是啊 你們的教主在地獄 哇 幾千個棒啊 棍棒啊 石頭就把穆建年打成肉醬 讓他這個有過去的陰 穆建年以前是抓魚的 他專門抓喜歡大的魚 上到船上會跳 他就像棍子這樣敲它 所以你看他抓了多少魚 等他成為阿羅漢 阿羅漢沒有消業障的 阿羅漢只想要趕快正阿羅漢 不要來脫胎 所以 但是他的一個念頭 前面是瑟利佛 瑟利佛這個人很慈悲 他知道對方的教主在地獄 他也不看不起他 他講說我不太清楚很客氣 所以他們就沒有殺死他 這些人已經聽到說 佛陀的弟子在誹謗他的教主 普拿努 普拿努就是裸體外道 現在在印度還很流行 然後呢 他們就要把進一個殺一個 結果碰到瑟利佛沒殺 因為瑟利佛用微笑 沒有壞的念頭 那目見人比較高 本來就是阿 你們普拿努在地獄 馬上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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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不是光這句話 要有過去的業跟現在他講話的緣 所以就發生了 如果目見人那次講話說 喔 我不知道耶 沒關係 喔 應該不會 那就沒事了 那個業就過去了 所以我告訴各位 車禍啊 碰到一個災難啊 生病啊 都是因為你內心起心動念 再加上那個業現前了 所以修行醫平常要懺悔業障 也要保持正念 然後呢就不會碰到不好的 我這邊有個地球喔 各位最好買一個地球放在你家佛堂 我們做任何修行都不是為了自己 為了整個地球好不好啊 為了整個法界 這邊有一個星球 這個是一個錶法 念阿彌陀佛打坐修儀軌 拜佛供養 不是為了自己 為了地球世界 為了宇宙世界 那樣子 你要有這個動機 那就非常圓滿 所以但是我們的生命只有三個鐘頭要這樣想 但是利用這三個鐘頭 那好好的一直來慈悲 一直來開發自己的智慧 我很希望各位在船上這三個鐘頭 下船以後都不會罵人了 這下超度了 法會成功了 你要做一個決定 難不難 很簡單 因為這個生氣罵人 本來就是一個假的東西 它只是一個行為心態 行為心態都是空無自信的 哪有什麼不好改的 等一下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對啊 這一切的都是幻化的虛幻的 沒有一個愛生氣的我 沒有一個好色的我 沒有一個愛賭博的我 沒有的 但是我們偏偏有個我詞 我就是這樣 我就是這樣 而不原諒你自己 所以我想各位再問一次 大家可不可以成佛 沒有問題 你要一直告訴自己 自己是這樣 可以的 沒有什麼大問題 你不要說不行 我胃痛 很多人跑來 師父 我憂鬱症 我說我看你怎麼不像 我憂鬱症 真的耶 他一直要強迫自己是憂鬱症 所以 因為他已經 這個執著 他認為我就是這樣 你們要同情我 你們要這樣 所以各位以後 你是個男人以後 跟別人講 欸 你是個女人 以後別人見到 欸 我是男人 那就解決了 這個不重要 我們要念什麼來 我是菩薩 你是阿彌陀佛 所以我們佛教主見到對方 阿彌陀佛 叫我啊 對啊 那我叫誰 提醒你 你也可以 變成阿彌陀佛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眾生只有佛性 所以自己也是阿彌陀佛 對方也是阿彌陀佛 千萬不要用外表 善所有相都是虛幻 假的 不要比較 我相 人相 眾生相 受者相 誰活得久不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有三個鐘頭的生命 快不快樂啊 三個鐘頭比人家過一輩子好 他是什麼全球首富 每天忙著賺錢 搞股票上市 還不如我們三分鐘 丟一個麵包的功德 對不對 佛陀講的 一念清淨心 都成為成佛的因耶 一天八關再解 不得了啦 七世做世間的皇帝 七世生天耶 所以你懂佛法以後 生命意義大不大 非常大 非常有 所以不要浪費時間 我就是聽聞佛法想通了 所以我趕快出家 我幹嘛在那邊浪費 一個月給我賺一億 一年賺十二億 十年賺一百二十億 然後賺什麼 把我生命給賺掉了 所以我能夠去好好修學佛法 佛法也很簡單 孝順慈悲 相信因果 幫助別人 所以我們念大悲咒這個大 是沒有範圍叫大 沒有界限 沒有障礙 觀音菩薩的力量不可思議 所以等一下各位 我們念大悲咒 如果你有水也可以到外面灑一灑 你灑在這邊的水 會不會跟世界的水連結在一起 它是息息相關的 水入空都是息息相關的 你對雨好 你對蜜蜂好 蜜蜂好 那就會開花結果 這個世界就非常的豐盛 所以我們每一個行為都會連接 都會影響這個世界 所以對世界每一個角落都慈悲 那我們祈求三寶的加持 祖師大德的加持 然後呢 現在我們要最重要的要忏悔 那什麼是忏悔 忏悔就是 以前我們不知道它是一個生命 我們把它給殺了給吃了 當做一種滿足的欲望 現在我們學佛了總會知道 請問這些龍蝦 是不是活活的 會不會痛啊 會 可不可以成佛啊 會 你的爸爸媽媽 有 佛祖跟我們講 你現在還沒辦法吃素 至少不要吃活的東西 好不好 因為活了 太痛苦了 所以我們 一定要讓它 不要那麼痛苦 就算 你現在還沒吃素啊 但是不要把那些活活的來 把它煮掉 殺掉 所以用火烤它 用水煮它 用刀子殺它 它非常的痛苦 所以決心不再做 才叫忏悔 忏就是過去錯的 我知道了 會我未來不做了 那我想真心的這樣忏悔 才會產生功德力 來超度 就像我想很多媽媽都有墮胎胎兒 那很多人說墮胎胎兒怎麼都沒超度 因為她沒有忏悔 她只希望趕快超度啊 你不要讓我肚子那麼痛啊 她只有一個 為自己而不是向對方忏悔的想法 所以我想各位 你現在要有這個 絕對的慘愧心 我從今天開始 敬畏來記 都不會殺害任何胎兒啦 生命啦 而且我還要努力的去救命 那如果胎兒得到了你這個功德 請問她會不會超度 她就會超度 不然很多人還是超度不了 超度不了也會影響到你身體 也會影響到你現在的小孩子 因為你相信佛教 眾生人死的不是不在 如果萬一她在 她就會很痛苦 就像你們夫妻之間 中間有一個第三者在干擾你們 你們夫妻就相處不好 何況她是無形的 所以一般我知道別人感情不好 中間有個感情在主 所以各位人要為自己的生命負責 你上輩子拋棄一個男人 你上輩子拋棄一個女人 你這輩子想好好結婚 就沒那個福報 因為對方啦 他會來給你討債 會給你破壞你的婚姻 破壞你的感情 所以我就認識一個女生就是這樣 她長得很漂亮 很會讀書 只要她談戀愛 那個男人就會跑出來 只有看到她腿的一個鬼 這樣 讓她睡不著覺 然後誰跟她談戀愛 那個男人就很倒楣 因為對方也會去傷害她 所以她到現在五六十歲都還沒結婚 她還在等 我說你不用等了 你趕快超度對方吧 她只是想要去交男朋友 我條件這麼好 找不到男人 她從來沒有對她過去是傷害的人 有懺愧心 雖然她學佛 但是她對這個因果不太相信 很多人是這樣的 所以 但是是明明發生了事情 所以我想各位 她結不結婚另外一回事 不要讓對方再痛苦了 是最重要 所以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債主 所以了解這個道理 各位要接受這個夜報 然後呢 懺悔改變 命運就改變了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來 回向所有殺業在主 我們要跟她懺悔 我不會再殺了 對不對 來 回向所有金錢在主 我不要再破壞別人的金錢 偷啊 盜啊 回向所有感情在主 過去我們邪淫啊 過去我們如何如何啊 再來 回向所有口業在主 過去我們罵人 說人是非啊 批評佛教啊 我認為念佛好 那個不好 我認為密宗好 這個不好 我們都會去批評啊 這個叫 口業在主 所以 回向所有喝酒在主 喝酒抽菸吸毒 都會有載著 有魔葬 所以有各種各種的 這些冤親在主 然後大家要好好的懺悔 不但我們懺悔 來 引導眾生懺悔 代替眾生懺悔 特別我們在海上 我們要代替所有海中的孤雯 海難死掉的 做海軍戰死的 甚至出生在海裡面的 各種的悟命 替他們懺悔 因為呢 他們現在正在受這個惡報啊 所以我想 學佛 學佛就是要 有一個想法 念一下 來 我欠眾生在 我欠眾生 我對不起所有眾生 要有這個想法 這個才叫菩提心 菩提心是 所有眾生的苦 都是你的責任 為了如此 所以我才要成佛 明白嗎 爸爸媽媽在生病 是我兒女沒照顧好 沒孝順好 所以眾生 任何一個眾生在受苦 都是我的責任 所以我要成佛 這才叫菩提心 而不是我喜歡修哪個法門 我喜歡修哪個法門 我覺得這個我舒服 我覺得那不舒 別人的水 我不管 所以各位 你會唸大悲眾 多去佛堂 教堂 禮堂 宗教的地方 魂牧區 生病的地方 去唸 就像我們今天在大海裡面 這邊唸 這樣快不快樂 這個叫無障礙 叫無遮道場 無遮道場 道場在你心裡面 所以我們不是要求別人要怎麼樣 我們是要求自己去做 你自己做到了 請問佛陀做到了 人家看到佛會不會喜歡拜佛啊 這自然然 觀音菩薩做到了慈悲 我們看到觀音菩薩自然就很慈悲 在觀音菩薩面前就不會不容易生氣 所以各位永遠要記住自己 希望別人好 你要把自己做到 你自己做到就像你亮起來了 別人自然也會引燃你的火 它也會亮起來嘛 你自己不亮起來 你怎麼不點亮啊這樣 一直譴責別人啊 搞對立啊 不舒服啊 每個人最後都會往生 希望我們的身體融入於世界 特別今天是大法會的 什麼時候輪到我們呢 一定會的 你的愛人也會離開你啊 那是一樣的 這是生命的真相啊 各位將來要不要往生極樂世界 要 這是生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要決定好 不管任何時間 哪一天因緣到了 不管是老啊病啊 正常死亡 意外死亡啊 這個都是一個因緣結束了 但是目的呢 往生淨土 為什麼要往生淨土 那就以後一定可以成佛 所以可以解脫生死 將來成佛 這個最重要 而且各位你要相信 就算你的親人捨爆了 不管他什麼姻緣捨爆了 你只要有信心的幫他念阿彌陀佛 他願意往生淨土一定會去的 百分之一百 你千萬不要懷疑 佛力不可思議啊 他不想往生 至少他不會墮落地獄軌道出生道了 他願意往生 一定往生極樂世界 所以我們去幫人家註念要勸對方 相信極樂世界 輪回是苦啊 往生淨土以後 就可以開智慧圓滿大悲心 然後將來能夠正願再來度眾生 各位現在有沒有在極樂世界 你的心有沒有交給阿彌陀佛 你不要說沒有了 我交給我老公 我交給我兒子 那你又苦了 你就是輪回 所以各位緣分 你跟你先生太太是個緣分 利用這個緣分引導他學佛 好不好 透過你的忍辱 透過你的愛包容 透過你的原諒 透過你的慈悲智慧 感動對方 這次才是對他的真愛 好不好 這個世間都是假的苦的 這一點你一定要認清楚 昨天有個女孩子問說 師父 你看我要出家嗎 如果出不了家我就結婚 那你趕快出家 我說結婚太苦了 會嗎 不要亂想 台灣說不要幻想了 你去問問那結過婚的人 所以各位這一點要了解 結婚以後沒辦法 生了兒子生了女兒沒辦法 那就是被綁住了沒辦法 所以又放不下對方 對方又依賴你等等等等 所以各位在這一點 世間真是個苦 所以對往生者最大的祝福就是 來唸一下 怨生淨土 對不對 然後你知道你怨生淨土 那他就問 那你呢 我不想去 那你還叫我去 也代表你不了解佛法 如果你了解佛法 你會覺得 媽媽我在這個世間也很苦 但是苦的有意義 我要來修行 累積功德 九品往生 所以我努力的修行 希望能夠上品上生 九品往生 對不對 那不是說 我要在這個世間快樂 各位 現在把這艘船送給你 然後叫你住在裡面 要不要 那你為什麼要在世間買房子 這個世間是一個暫時的而已 這個世間就像這艘船是你的一樣 也不過是暫時的 所以就像我們在這邊 三個鐘頭也是個暫時的 所以這個世間的所有一切都是暫時的 佛陀講的 來 變化無常 無法掌控 這個世間一切都變化無常 無法掌控了 你千萬不想要 不能想要去抓到什麼 我要錢 我要名 不要用心機了 我發現我們華人好像太聰明了 那這個聰明都是一種自私 無料得到什麼 我可以犧牲什麼 不走手段 我要拿到什麼 最後還不是買到一個棺材 通通往生 你什麼也帶不走 這些要想清楚 那既然生命是如此 那生命的意義在哪裡 佛陀告訴我們 生命可以成佛的 人都可以成佛的 人生的意義要定在成佛慈悲 而不要浪費人生 做人是最難的 因為佛陀是視線成人而成佛的 視線給我們看 人可以成佛 千萬不要把人的意義定在金錢 我要做首富 我要做美女 我要做大企業家 我要做大領導 那是一種欲望 各位今天像不像國王啊 知不自由啊 自由才是國王 對不對 這個叫法王 對什麼法你都自在 今天來這邊不用穿高跟鞋 對不對 不用化妝 不用漂亮衣服 不用誰 因為今天大家都在幫助那些動物 對不對 幫助這些眾生 我們的意義就在這邊而已啊 所以我想人生就像在一艘船一樣 是變化無常的 是暫時的 是沒辦法控制的 這一點你要隨緣 隨緣不是消極什麼都不幹 各位努不努力啊 有錢趕快來放生 供養申保幫助貧窮 這樣賺錢有意義 而不是賺錢要買房子買車子 反正四個輪子 不然兩個輪子也可以嘛 不然我還有兩條腿 但是你不要在那邊做文章啊 你在那邊做文章太累了 了解嗎 所以各位要把你的重點 用在有意義的地方 這就是我們出家人的意義 我們已經了解這個道理了 各位 你看我笨不笨 我比你聰明啊 所以但是我在這個世間 雖然很有福報 但是我覺得不快樂 也沒意義 跟人家比跟人家搶 所以我又不希望跟人家搶 但是問題是沒意義 我也結婚了 但是結了很痛苦 就像一隻海裡面的魚被放在水竹缸 你看 然後在那邊觀賞 自己變成 在小水竹箱裡面 然後兩條魚在那邊逗來逗去 然後結婚 然後終於生出一個小魚 這樣 然後就是這樣吧 有時候想一想 哎呀真可憐啊 被玻璃關起來了 不自由啊 不小心跳出去 就會死掉啊 所以這個修行並不是說 你能不能出家 個人有個人的意願 但是各位 心要出家 好不好啊 心不要執著 所以內心裡面如果執著 那你就被綁住了 這樣記住喔 你執著你兒子 你執著你先生 你執著你那個事業 你執著你的財產 那你就不自由了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 但是各位要放下 你要是抓住什麼 你就往生不了 所以千萬不要想要抓住什麼 好不好啊 這艘船今天帶回家好不好 我不要 你幹嘛要抓住那個東西 不行啦 我要牽著我愛人的手 那你也被抓住了 你要幫助他 但是不能執著他 你要愛你的小孩 但是不能執著他 好啦 所以你想想看 哪一天他也會離開你 就像我有幾個朋友 生一個女兒 爸爸愛這個女兒 因為女兒是爸爸的情人嘛 對不對 他交哪個男朋友 你都不滿意 最好嫁給你就好了 因為 因為兒子都是媽媽最愛的情人 女兒是爸爸最愛的情人 不然你要怎麼辦 你們兩個自己結婚啊 所以 因為上輩子愛到這輩子 又要愛到下輩子 你要愛到什麼時候啊 下輩子 其中一個做狗 你就去做狗 因為牠做狗 你愛牠你只好做狗 但是你把一隻流浪狗 養了老半天 可以愛護牠 但不能執著牠 你認為你愛這隻狗 一定是過去你墮胎的胎兒 你前世的兒子 你現在還欠牠債 所以你要抱著牠睡覺 牠死了 你會哭死 所以現在的人變成 變成不了解這個東西 然後呢 一直去追求這個 苦不苦啊 各位要看清楚 等一下我們全部跳下去 好不好 放聲 不要執著 這講的是心態 脫離苦海 等一下我們要上岸 要脫離苦海 然後各位回去以後 要變成一個人 好不好 變成一個不生氣的人 所以各位要開始決心 今天佛菩薩還慈悲 還出個彩虹給我們看 對不對 各位要有信心 然後佛法很殊勝 所以我也藉由放聲 一直跟各位 按照我所懂的一點點 要讓各位得到快 因為我已經快了 我已經上岸了 因為我無所愛 我沒有我愛 我不知道愛什麼 天主教 基督教佛教 都是重要的 存在的 男人女人 美國英國 西班牙 台灣中國 哪裡都是國家 哪裡都是我的家 因為沒有分別 有分別就很痛苦 所以我每天走到哪裡 睡到哪裡 就做同樣的事 今天各位如果不理我 我會跑去佛墓區的 那邊過去的我在那邊 過去的父母也在那邊 去幫助他們 去佛墓區 去屠宰場 哪是佛墓區去不了路邊這麼多人 各位我就在那邊人家喝咖啡 我也喝咖啡 我在那邊超度 路邊的人走來走去 餐廳裡面動物在這麼被殺 我們有佛法 對不對 所以各位要難得起孤獨 如果你能夠影響你太太 那你們兩個一起喝咖啡 念起來更大聲 兩個三個四個 全家去修行 好不好 人家也去海邊度假 你們也開了一部車去海邊度假 未來以後 做煙貢 你們烤肉我做煙貢 對不對 我有一點點煙 因為我同樣的外表 但是心態不一樣 我們沒有在吃肉 你吃我減 你吃我超度 對不對 有人的地方 有生命的地方 所以我講這個 希望各位 念一下 放下 放下什麼你知不知道 看你製作什麼 看你製作什麼 你製作愛情 製作外表 製作錢 製作什麼 那個要放下 你不放下很苦 哪一天身體得癌症 要不要放下 隨緣 念佛做善事 早死晚死都會死 你兒子在哭 不用替我哭 媽媽現在要去極樂世界 你才要哭 因為我往生了 就去淨土有什麼好苦的 對不對 我生病是消業障 這是我造的業 我不會怪別人 但是我一心念佛 我將來很快要往生極樂世界 兒子啊 想清楚啊 你也趕快去出家吧 趕快去念佛吧 去修行吧 不要再浪費時間啊 讀書啊 賺很多錢啊 除非你是用菩提心去讀書 為了救世界 用菩提心去賺錢 為了救世界 那可以 為了自己買房子 為了自己買車子 為了自己傳宗借代 而自私的去讀書 去賺錢 那最後呢 房子也跟不了你 所以這次我們去西班牙去 哇 西班牙的魂墓 每一間都是大房子啊 連死都要佔一個房子 所以他們的習慣 西班牙葡萄牙 在美國還比較少一點 除非古墳墓 他們那邊土地大 問題是 死了的 他們也是希望生天堂啊 對不對 世間是古 所以 希望我們念佛的時候 各位要有這樣子的了解 有佛法 就有辦法 像有太陽 有空氣一樣 生命電視台的存在 對於這個世間 對痛苦的眾生 是那麼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電視台 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將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維 運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護持帳號 1996-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都會臨 雙方 那包括 周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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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